好哥 好哥 发死了 亲爱的小伙伴 我是小薇薇 网红魔改歌曲呢 不是一字两字了 似乎不魔改就不会唱歌了 最可气的是 他们居然把儿歌改成了社会谣 这简直要引起中怒啊 好哥 谁拿的 我哼 火遍全网的这首《孤勇者》 日经仍是各大热门音乐榜单的 Top歌曲 不仅国家队和专业歌手喜欢改编翻唱 连小学生都能张口就来 这么好的作品不怕改编 就怕网红毫无底线的魔改 这要是让陈一训听了 估计要吐血了 好端端的歌曲愣是被加入DJ 完全丧失了歌曲应有的正能量 还扭来扭去的 自己不觉得尴尬吗 王妃1999演唱发行的《百年孤季》 曾经被无数的专业歌手改编翻唱 我估计王妃做梦都没想到 这首歌曲竟然会被网红拿来魔改 求求你们还是放过王妃吧 百年孤季这么前卫的歌 被改成这么low的DJ歌实在是令人作呕啊 本以为上面的魔改呢已经够气人了 没想到最气人的是他们竟然对小孩子的儿歌和鼓师下手 让我们荡气爽奖本来是用来抒发 少年儿童的美好心情的歌曲 如今被网红改成这个样子还扭来扭去的 被没有辨别能力的少年儿童接触到 这造成的影响知道有多恶劣吗 哚哚哚哚哚哼 小时候经常被送的古诗 命农 也未能逃脱魔改的命运 我估计李深听完 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